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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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的汉克教授等人已经开启了量子隧道 出现了错误 不过斯科特似乎被量子领域的珍妮附体 开始输入算法调整隧道 可是这时候的联邦调查局和艾娃 已经开始寻找斯科特 无奈只能让斯科特先离开 幸好因为回家迅速 斯科特没被FBI找事 这时候汉克教授和霍普却已经被军方抓走 量子实验室被艾娃再次拿走 在女儿的鼓励下 斯科特决定去救出汉克妇女 在斯科特的帮助下 几个人重新聚首开车逃跑 可是却不知道有人在后边跟踪 斯科特几人来到老胖的实验室 量子领域在开启的时候被蚂蚁们阻拦 汉克穿上进入领域的战衣 成功进入量子领域 可是大脑们竟然带人开车来抢实验室 艾娃也加入了争夺实验室 最后实验室还是被大脑们抢走 无奈之下 斯科特只能去变大去追大脑们 幸好实验室的遥控器还在自己人手上 一番苦苦追逐后终于夺回实验室 这是量子领域里的汉克 也终于找到了妻子珍妮 已经30年了 终于可以带珍妮回家 成功回来的珍妮用自己的能量 真的继续走了艾娃的量子能量 艾娃得以活命 两年期满 斯科特终于恢复自由 汉克一家也重新聚首 不过斯科特显然成了汉克的女婿 结局终于圆满 电影的结构和其他漫威电影没有太大区别 依旧是吸引人的剧情和火爆的动作场面 再加上让人叹为观止的科技改造 漫威可谓是科幻电影的坑把子 如今我们随口就能说出来的超级英雄 就有美队 钢铁侠 蜘蛛侠 最新上映的毒液更是掀起一片浪潮 不得不佩服漫威在电影场打造上的用心 希望我们国产电影也可以早些打造出 一系列让人熟悉的超级英雄 好了 今天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